敢不敢睁开眼睛 我他妈已经睁到最大 先战后看好运不断 大家好 我是宽哥 今天聊聊迷流之果的爱丽丝 第二阶段20人的心理战 红桃J 凑齐20个人属实花了不少时间 在后场者中 有这么几位比较突出的玩家 第一位 貌似选错了花色的选手 比起红桃游戏 黑桃似乎更适合他 第二位 一来到会场 就开始套近乎混人园的老油条 第三位 是对会场布局十分了解的金发男 第四位 企图通过肉欲 控制M女的霸道总裁 随着最后两位玩家 兔女郎和帽子女的到来 20人全部到齐 拉开了红桃J的序幕 游戏名为单身牢房 地点是京都监狱 参与者不得携带金属物品 佩戴好游戏项圈后 进入会场 本游戏为车轮站 每轮限时60分钟 会场中的20个牢房 会在每轮的最后5分钟 自动上锁 玩家需在上锁前进入牢房 并准确地回答出 自己项圈上的花色 回答正确进入到下一轮 不作答和回答错误的玩家 会被项圈爆头 如此反复 直到潜入各位中的红桃J 被淘汰 剩余玩家方可通关 但当游戏剩余两人中 有红桃J时 玩家给摸我 红桃J通关 除此之外 还有三种行为 是被明令禁止的 一 担任牢房 顾名思义 禁止两人及以上 进入同一牢房 二 玩家不得阻止其他人 进入牢房 三 不能使用其他手段 使玩家无法作答 一旦违反以上的规定 当场爆头 最后提醒大家 游戏胜负的关键 在于是否相信他人 建议各位 抓紧时间 找到值得信赖的伙伴 共进退 游戏说明完毕 祭时正式开始 第一轮玩家出在摸索期 因为项圈的特殊形状 自己是完全无法看到花色的 游戏场地内 一切可以反光的材质 全部被置换了 刀具换成了陶瓷刀 窗户是铁栅栏 不能携带金属物品 导致眼镜也没法带进会场 自来水换成了番茄汁 还准备了半年以上的口粮 红心J很有耐心 打算来一场持久战 想要通关红心J 大致有两种玩法 第一种 狼人杀玩法 投票选出红心J 不告诉他项圈上的花色 逐个投票 直至淘汰红心J 第二种 生存游戏的玩法 相互帮助 存活下去 直到红心J露出破绽 两种貌似合理的攻略模式 都避不开一个变量 那就是人心 弥留之国的玩家 按照惯例 都会选择自己擅长的游戏类型 既然J20位玩家 主动选择了心理型游戏 说明他们或多或少 都是通过背叛 欺诈 陷害 等卧龙手段 活下来的 各怀鬼胎的玩家们 不可能被统一起来 所以 也不存在什么必胜之法 第一轮游戏 玩家首选 保命要紧 于是分成了三种阵营 第一种 由正义感爆棚的爆炸头 牵头组成的七人小组 相互帮忙 优先保命 第二种 梁梁组成的双人组 M女经过霸总的深入交流之后 成为了她的随从 传教士 靠着神之死者这个言论 主导着冒子女 致命不凡的大片分 本想试探一下金发男 反被金发男 看穿了那颗 藏在大片分下的懦弱的心 将大片分的心理防线击垮后 金发男与其重新建立了联系 其实我也和你一样 无论如何伪装自己 或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去安慰自己 依然得不到他人的认可和关怀 像我们这样的垃圾 是不会有朋友的 但这都改变不了 我们的本质是好人 既然我们是同类 为何不成为朋友呢 就这样 反客为主的金发男 控制了大片分 诈骗犯和酒吧老板 形成了相互制约 又相互利用的合作关系 剩余玩家则各自为赢 全手靠欺负胆小男 获取自己的花色 胆小男则通过获得爆炸头的同情 得知自己的花色 正直的爆炸头 试图把他也拉进小组 但这个举动却遭到了小组成员的质疑 毕竟这份正义感 在迷路之国还真是不多见的 老油条大婶和荣浩 保持警觉各自为赢 凭借从大家那里得到的消息 判断自己的花色 就这样 玩家们安全地通过了第一轮 第二轮刚开始 全手又对胆小男大打出手 正义感爆棚的爆炸头试图阻止 结果也被暴揍了一顿 这次小组的情绪更大了 兔女郎第一个站出来 如果爆炸头继续帮助胆小男的话 小组一定会被那个危险人物盯上 如果你无法放弃帮助他 那么我就要脱离小组了 这种对弱小能眼旁观的举动 不但没有得到反对 反而得到了其他成员的赞同和默许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说 如果爆炸头继续保持着这种莫名的正义感 那么就把他租出小组 深处默示和小组人心的驱使下 正义的爆炸头也只好妥协了 他告知了胆小男这轮的花色 但下一轮胆小男只能靠自己了 小组成员的决定 成为压垮胆小男的第一根稻草 在游戏进行当中 有这么几位观察者 霸总 死刑犯和诈骗犯 对于他们三人来说 留局就等于浪费时间 在这里待上半年 如同盼了死刑 必须打开游戏真正的开关 才能让红桃贼露出破绽 按捺不住的死刑犯 第一个发难了 他给出了压垮胆小男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但顾获他干掉拳手 还送伤了凶器 这个操作让大片分 对金发死刑犯更加畏惧了 第二轮时间到 又是全员通关 拳手又来到胆小男的面前 恐惧再次笼罩了胆小男 死刑犯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干掉他 成为自己的主宰 胆小男心中的猛兽被唤醒 他和匕首插进了拳手的后背 随着情绪的高涨 胆小男的面孔也开始扭曲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迎头痛击 匕首并没有伤到拳手的药台 气急败坏的拳手 对着胆小男的头部疯狂输出 愤怒让他忘记了游戏规则 不能使用任何手段 让玩家无法作答 胆小男领了盒饭 拳手也被爆了头 伴随着这二位的出局 玩家人心惶惶 事已至此 再也无法像傻瓜一样 笑着相信伙伴了 信任开始瓦解 玩家走向了各自为赢的境地 毕竟谁都有可能是红心J 冒着女队每轮都要先知道自己的花色 才肯说出伙伴花色的传道士 产生了怀疑 于是他向正在耍单的荣耗 求证自己的花色 然而荣耗对最后一个进场的帽子女 早就产生了怀疑 干脆就清理掉吧 便给出了一个错误的花色 红桃 帽子女更加坚定地认为 传道士就是个利用自己的人渣 荣耗找到了大婶 交换花色 自以为是的荣耗 碰到了存在赌徒心里的大婶 大婶的想法是 既然不知道谁是红桃J 那么就足够清理吧 不出意外的 两人都得到了错误的答案 狂妄之大的荣耗选择信任大婶 而大婶却留了一手 跑去询问传道士自己的花色 传道士因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花色 也就做了一次好人 告诉他正确的花色 第三轮牢房上所时间到 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确认了 帽子女和大婶都选择了相信荣耗 而狂妄之大的荣耗 则选择相信面向人畜无害的大婶 这三位out 第三轮剩余15人 第四轮游戏开始 耍单的玩家仅剩老油条一人 双人组除了传教士这组外 其他三组都比较稳定 贪生怕死的传教士 赶紧加入爆炸头小组 八人小组开始交换花色 中分大叔因为没戴眼镜 差点说出了不良男的花色 但还是及时的改正了过来 经过其他队员的认可 不良男终于心安的确定了自己的花色 这就是八人小组的好处 错误答案一出 就会暴露在大厅广众之下 八人小组很快就交换好了花色 进入自由活动事件 兔女郎私会了不良男 我们把中分大叔清理掉吧 啊 像胆小男那样足处团队吗 当然不是 全员统一口径 告诉他错误花色 刚才大叔不是很明显在大家面前说谎吗 如果他是红刀J 那刚才的失误就解释都通了 现阶段宁愿错杀3000 也不能放过红刀J啊 话谁这么说 但爆炸头是不会同意的 那就瞒着他好了 他的正义感实在太爱事了 虽然我不打算帮助他人 但是害人这种事 诶 我担心的可是你哦 再怎么说 爆炸答案也是很过分的吧 就算他不是红刀J 起码他都不在乎你的生命呢 你干嘛要袒护这种人呢 没错 那么说定咯 下个回合清理到中分大叔 好的 那么我去收服其他成员咯 就这样 兔女郎成为小组里的嚼屎棍 第四轮 15人平稳通过 第五轮一开始 脚屎棍兔女郎 就给了中分大叔一个错误的答案 其他成员随身附和 爆炸头被惊呆了 正纠结要不要说出真相时 兔女郎岔开了话题 跳过了他的回答 第五轮 时间到 剩余 14人 第六轮 开始 兔女郎的操作 被三位大佬禁收眼底 在动物世界自相残杀 可知禁忌 小组马上就要走向瓦解 大佬们就这样默默地欣赏着 小组的崩坏 脚屎棍兔女郎 这一轮要排除异己 发家女对上轮的做法十分在意 很有可能跟爆炸头一起反对我们 这轮我们把她清理掉吧 盲目的队员又被兔女郎支配了 小组的节奏是兔女郎带的 反抗她就会被清理 清理队员的操作 大家又默许了 生性多疑的副家女 被团队成员的操作嗅到呕吐 甚至怀疑一无是处的自己 也在清理的名单当中 完全不信任队友给出的花色 第六轮 时间到 玩家幸存十二人 第七轮 开始 小组内部的挖解 使队员们产生了猜测 组外玩家的死活 已经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老油条 没能从小组里得到任何的情报 只好向酒吧老板求助 殊不知 酒吧老板一开始 就怀疑过老油条是红心J 老油条得到了错误的答案 但却如丝重负一样 选择了详细 毕竟在此之前 没有人欺骗过她 小组里的兔女郎 继续排除异己 机车女 这局要清理掉 不良男一个碎碎念的小动作 于是 她要蛊惑大家 本轮连不良男一起清理掉 兔女郎在支配狱中 得到了前手未有的满足 殊不知 不良男私下 又团结大家 把她清理掉 能近距离地观赏这场大戏 真是令人兴奋 因为求生欲 大家聚集在一起 但是因为缺少绝对的领头羊 而四分五裂 再加之中间有个脚屎棍 没想到小组 这么几轮就走向灭亡了 第七轮 时间到 玩家幸存 八人 第八轮 正式开始 这一轮又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戏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 大佬们又该如何开展自己的行动呢 咱们下集 继续 我是欢歌 正能量解说每一部电影 用情怀 看人生百态 朱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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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